爱我三名 火箭为名 感谢大家支持 三名独中一万位 火箭万岁 人名万岁 火箭为名 爱我三名 意外活动的筹委会主席 吴嘉亮同志 我们尊敬的三名独中董事长 吴雅烈先生 安顺之子 也是新跑格兰地区 州议员张哲敏会计师 在场的所有的乡亲父老 热心的小贩工业 为我们筹缓的各位安顺市民 大家早上好 今天是非常难得的这个时刻 虽然疫情严重打击各行各业 这一个为华教出钱出力的这个精神 让我们给所有参与意外的小贩商业们 给他们一个热烈的鼓励的掌声 感恩他们 感恩由你 华教在马来西亚到今天早上 已经历根206年了 从1815年第一间华校到今天 华文教育在马来西亚已经有长达206年的这个历史 206年来华教虽然面对风雨飘摇 一路蓝旅的这一个困境 可是始终就好像梅花的精神 不禁一番唐色骨 烟得梅花 不比香 因为华文教育 有华社义无反顾的支持 从国家独立之前 一路来 一眼 一唱 一卖 一解 一大 无论是能够华文教育 母语教育 能够坚持到今天 就是有这种文化传承 就像我们眼前这个小妹妹 妈妈带来 放了这一个 血汗前进这个箱子 这小妹妹她的妈妈 就扮演了传承文化 爱我母语的这个精神 非常的这一个难够 也就是有这样一代传一代 而今天 我们也是扮演这种角色 在华文教育面对 政府废除独钟破款的时候 我们站出来为独钟筹款 我们废除独钟破款 火箭为独钟筹款 是我们的口号 我们相信 母语教育要长青勇在 就要得到社会各阶层 人士的支持 不能只靠三名独钟懂家教 因为这是我们 共同必须承担的这个义务 也因为有母语教育 才能够保住华色的羹 大家要知道 一个民族能够壮大 那文化的羹 就一定要保住 一旦变成是羹的民族 我们就像没有羹的扶贫一样 随波逐流 所以今天我们很高兴 看到小段三夜 翻洗油炸鬼等等 淋滚面 这个十五个蛋糕 虽然他们自己本身 生活并不富裕 但是爱慕华教的精神 值得我们钦佩 值得我们鼓励 值得我们感恩 也只有这样 华文教育才能够继续挫壮成长 我们时常说 马来西亚是中港台以外 华文教育最完整的国家 也是印尼泰国柬埔寨很羡慕的国家 这一切都感恩于全体华色的精神 那么我们今天虽然政府暂时 废除了这一个独钟的拨款 但是我们相信大选随时会来 只要西蒙改朝换代回到布城 我们将恢复给全国华文独钟 华小华中华文大专的原有的拨款 因为我们相信只有公平对待 只有白花启放 马来西亚这个教育才是真正的 多元民主原流 所以各位我刚才今天来 我们之前已经跟比利州政府谈好 虽然中央政府废除了 这一个独钟一千五百万的拨款 但是经过西蒙的努力 我们跟现任州务大臣 达至了一个君子协议 我们也通过州议会已经通过 我们希望能够在哈利拉雅开战前过后 周大臣就会移交全批令 九间独钟一百八十万的拨款 给我们九大独钟 而三名独钟将会获得 周政府拨款二十万令吉 来卸出他们减轻他们的负担 刚才我跟董事长说 如果今天我们执政 董事长也不用这么辛苦 一起来跟我卖牛战归 因为中央政府每一年都有二十五万 周政府二十万 年年时间到前就到 每一年四十万 五年就有两百七十万 这个是一笔可观的拨款 现在暂时没有 但是只要我们不放弃 秉承华教 实在火种不灭的精神 我们相信 我们一定可以成功 达到我们的目标 我也要特别感谢 除了今天的小贩商业宏会 我们12B新村的村民 昨天听到你们要为三名独钟这个义卖 他们也非常努力自动自发 行动党的支付特地向12B的村民 总共筹到了高达六千利级的这一个议款 来支持今天早上的这一场议卖 所以这证明了 只要群策群力齐心协力 团结就是力量 而这一点华社能够看得到 我也再一次重申 行动党永远都不会背弃华社 行动党永远都会跟华社共进退 共患难 也同样的一起并肩作战 继续追求民族平等 公正自由的宪富权力 这是我们的立场 也是我们的动争 再一次的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 因为有你们三平足中才能够继续 让在我们安顺这一个福地上开花结果 发扬光大 谢谢大家 感谢 谢谢 祝大家身体健康 特强 平安 谢谢大家 三平万岁 华教万岁 五十三万岁 五十三万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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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大家早上好 国盟取消独钟国款 火箭为独钟筹款 今天我们在安顺打响第二号 继金宝培圆独钟之后 我们的金宝格兰基区州议员 江泽民亲力亲为为独钟超国条 筹货文献令集 今天从金宝培圆独钟 我们遗失到了安顺三名独钟 继续为独钟奉献心力 体现行动党脚踏实地想到做到的这一个国分 我们大家都知道 西蒙执政时代呢 为了照顾母语教育 破天荒的在国会第一次通过了这个制度化的播放 破款给华小华中三间华文大专 还有全国六十一间的这个华文独钟 这个是史无前例的惠民良政 可是非常可惜的 我们自从去年三月 总部门上台 却全数废除华文独钟的破款 请华社赐归零高 一分钱都没有 使得呢全国独钟在疫情当前陷入了水深火热的这个境界 所以为了帮补独钟的费用 减轻华文独钟的办学负担 行动党义不容辞的站出来 为霹雳州的独钟一间一间的分阶段来这个推动 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个破款 除了减轻独钟的办学负担 最重要的是唤醒我们政府的良知 推一步给独钟的制度化破款 因为民犯教育是非盈利的 不但为国家培育人才 也体现了马来西亚 华文教育和母语教育的男人可文贵 所以我希望通过这一个独钟的筹款运动 能够向我们政府施样 唤醒马华总会长魏家祥的良知 至少拿出他的良知 能够以内阁部长的身份 来恢复这个独钟的破款 昨天首相丹司令慕尤丁说 他们执政以后 帮国他几乎掏通国库 总共已经用了六千亿的马币 所以国家已经没有剩下多少钱 试问总数六千亿 如果以华文独钟一千五百万的破款 只不过是区区 不是百分之一 不是千分之一 不是万分之一 只占了这六千亿的百分 十万分之一 连十万分之一的破款 国盟政府也可以泯灭良知 这一个取消独钟破款 这叫整个华社情何以抗 因此我在这边 郑重的呼吁 马华总会长魏家祥 拿出你的良知 拿出你的良心来 至少 你们争取不到的 西蒙已经争取到的 也不要把它废除 至少恢复到原状 这是最基本 从政应该有的良知 当然我们相信 不只是华文独钟 我在这边呢 今天记者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 马来西亚的这个疫苗接种速度 已经远远落后 哈国 使到我们的这个经济不输 遥遥无期 所以昨天 马来西亚的这个网民 在全国的这个推特 最红最火热的词汇 就是 Hashtag Gradiaan Gaga 政府失败 成为了 昨天 全国社交网络里面 最红最火爆的这个字眼 就是 国盟政府失败 Gradiaan Gaga 为什么失败 我们看到就是 以今天早上的世界卫生组织 所公布的这一个报告 全球平均接种的人数 已经高达5.8% 可是 马来西亚只有1.8% 就是说 远远落后 全球 接种平均人数 大幅落后 甚至于 落后于这一个 肯定的 大幅落后于新加坡 和其他的国家 这一点 国盟政府难辞其咎 因为 这也 我们看到 政府呢 冻结国会以后 就 这首这天 花了50亿 来买疫苗 可是花了50亿买疫苗 钱是花了 可是疫苗这种速度 却远远不如疫情 这显示了 国盟政府的这个效率 也完全没有听民间的意见 以目前来看呢 其实 政府应该 全国总动员 包括 动用到我们的 这一个 后备军队 志愿警务人员 Lella 等等 来带动全国接种 因为只有 越快 疫苗接种 越快完成 马来西亚呢 才有可能开放国境 使到各行各业 不上不输之路 可是 以现在目前这个速度 我们担心 可能 这马来西亚要用超过5年 也就是到2026年 才能够达到全民免疫 如果到2026年 我们非常担心 人民不是病死 而是饿死 因为经济复苏看不到 全力 黑暗镜头看不到曙光 所以 这也体现 整个紧急状态 到底我们在做什么 全国人民都在问 政府当时宣布 紧急状态 他给的理由就是 要对抗疫情 让政府专注看疫 可是 紧急状态 已经施行了超过3个月 疫情不但没有减少 如今 还爆发 正在处于爆发 第4波疫情的 这一个关口 这让人不敬的质疑 政府的所谓的紧急状态 事实上 除了为 保住相位以外 为人民带来 根本没有为人民带来 任何的这一个好处 所以 我们呼吁政府 即刻 即刻 停止紧急状态 恢复国会 团火民主 让国州议会 可以叛演 这一个监督制衡的角色 也让政府呢 也不能 不能够再用紧急状态 来落实 自首遮天 为所欲为的一个政策 所以这次我们相信 我们会继续联署 在上个星期 我们已经把超过100个国会议员的联署 提成给国家元首 所以我们希望 可以让元首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 召见首相沐渠兵 能够恢复国会的操作 也让马来西亚的议会民主 不会名存死亡 这一点是 人兵都要看到的 这是我们西典所要跟打的 政府会破720万 是 州政府呢 是 我们去年西盟 和州务大臣 新下任的州务大臣呢 达资的8点协议之一 其中一个协议就是 他必须 在这个今年内 恢复独中的制度化破款 比利州有9间独中 每一间独中获得20万 所以总数是180万 这一个州务大臣 也已经把它提成在财政预算案 所以去年我们州议会 也通过了给独中 还有非伊斯兰事务局的 1000万的这一个破款 因此我呼吁他能够在尽早 最好是能够在这个开债节期间 就移交这笔款项 因为这个是 之前已经达制的协议 而且州议会已经通过了 是无可置疑的 所以如果一旦这20万的破款来 我们也呼吁中央 也能够向霹雳州政府看齐 能够恢复独中破款 那么至少独中每一年都有 好像西盟时代一样 获得至少45万令吉 每一间独中45万 这可以大大的减低 这个独中办学的孤单 这个也是八大协议之一 八大协议之一 其中一项 其中一项 要实行的第一项 州政府已经 他必须要在今年里面放放 所以我相信 由于州议会已经通过 没有任何的理由 不发放这一笔反项 我有信心 这是必须的 因为这个是根据州的法律 既然州立法议会已经明文通过 来落实这个预送案 是政府应该有的责任和义务 这个是紧急状态之前已经通过 对这是紧急状态之前 去年年底我们在州议会已经三读通过了 行动党中央大选 保龄行动开始 这个不在今天为商民无中筹款的范围之内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把重点 放在刚才我所讲的几点 第一就是这个 能够幻醒华社捍卫独中 因为这必确母语教育是我们的根 这一点是重点 第二是我们的疫苗接种 因为大家都看到如果疫苗接种这样下去的话 再爆发第四波疫情 后果不堪设想 华州是不用想的 那么其他的所有的金 尤其是受旅游业 旅游业目前去年的单单短短的一年 估计损失已经高达一千亿马币 如果这样情况下去 会有更多的酒店、民宿、餐馆、酒楼、旅行社 纷纷的倒闭 所以能不能够挨过今年八月 都是一个问号 所以如果唯一的方法就是 尽快的达到全民抗议 那么这个方面呢 以目前的表现 的确是差强人力 我们也绝对的不能接受 政府现在这种慢吞吞 慢一拍的做法 你看其他的国家 早已经是全体总动员 既然你是宣布紧急状态 我呼吁政府动用军警人员 所有的志愿警察人员 能够进入所有的乡区 去帮人民登记安排这种 我们之前呼吁政府开放私人医院 那么政府最近接受了这个建议 可是已经是太慢了 因为其实这个开始就应该全面的开放 因为我们给的50亿啊 是向全球购买6600万剂的这一个疫苗 我们人口3200万 买6600万是绝对是有够的 所以目前现在是要怎样安排在 接种方面 所以我希望政府能够不只是卫生部 其他的这个部门应该夸部门的 动用军警人员到每一个花园 每一个社区 每一个肝部去进行这个疫苗接种 否则你现在这样慢吞吞的速度 真的会拖到2026年 那么到时候 后果是不抗射手